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应该是特别的紧张的 因为讲问到陈志忠了 所以要跟陈志忠完全没有关系 去解释这笔钱就一定要是非常干净的钱 也不能是政治现金 也不能是其他的来源 所以必须讲说是家里头 自己原本的钱 没想到谎言就一个一个被戳破 让这整个案子呢 就是金钱来源的交代非常的不明确 连结上陈水扁 在外交零用金上面 所扣下来的钱的这个数字 又很接近 有一次的汇款的时间点 居然是今天拿到钱 明天就已经汇到陈志忠的户头 时间点是这么的巧合 所以整个案子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可以被推翻的可能性 应该并不高吧 我认为我们的观众里头 有很多人就是对这一点不满意 就说怎么这种小钱的案子 你办得那么认真啊 起诉啊 因为太简单了 对 还有很多大案啊 但是我觉得站在检查官的立场 就是小案但是证据巩固 证据完整的话 就起诉起来比较不吃力 那将来在法院那边也比较会赢啊 那大案大家都很兴奋 因为钱多 那钱多有时候尤其是属于 基因外交的就不容易查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希望大家要谅解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台湾这样 在外国的这个司法界 有的时候也是不管大小啊 就小案能够让他入罪 也不见得会比大案来着没有意义 但是吴书珍啊 这个讲法我刚才已经讲过 这个红包白包的事情 其实检察官只要问吴王霞 说你从来有没有把美金 交给你女儿了 根本连原因都不用问 他说没有啊 我不管理金凡作家 又更不用讲33万 因为我觉得红包白包加起来 一加里头有因为红包白包 累积可以有33万的case 非常少 何况是一个台南县乡下的 一个老一生牛 可以累积到这么大的钱 那你忘了赵建明家 买了几次喜酒收了多少礼金吗 那也不会是美金啊 那些也不会是美金啊 那如果他说没给 那你可以再进一步问说 没给那有没有跟他交换 女儿有没有拿台币来换美金 他会说我连美金都没有 回来交换 我觉得这些一下子就戳破了 我觉得这个扁案 我一直觉得是太复杂了 要去编谎言 即便他们的家都没有关起来 通通放在外面 摆在同一个房间里头 让他们去串供 我觉得也会有漏洞 要篡正到完美无缺啊 这个连一个金钟奖金像奖的编导 都编不出这样的剧本 所以真的是太难 不过昨天起诉的两个部分 包括陈学扁 A外交零用金跟这部分 这部分看起来 故事是满简单清楚 相关的市政显现出来呢 应该也算是满巩固 另外一部分是机密外交的部分 这部分就比较交代的 没那么清楚 那机密外交的部分 起诉了邱毅仁跟高英帽两个人 高英帽呢立刻发出声明说 这种贪污的指控叫做刺杀人格 他说呢 检方缺乏直接的证据 用推论把他起诉 更指控他贪污 这种冤屈就形同刺杀人格 他要用生命来担保自己的清白 那他也特别提到说 外交工作有很多是国家机密 基于法律 他无法对外公开执行细节 法院如果要求他公开说明的话 要先针对相关的外交档案来解密 而不是爆料 或是引用媒体的报道来办案 那他也特别强调 他当时执行是外交部的SOP 标准作业程序 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国家利益 跟WTO的权益 因为安雅专案整个是 行贿WTO秘书长的一个专案 行贿他的这个专案呢 那他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有很多是在外交里头无法解密的 所以他认为整个事情是他在执行公务 而绝对不是在帮助邱毅仁 领着第四旗多出来的钱 他觉得他是在执行公务 这东西就有争议了 在起诉书当中 好像也看不出很明确的证据说 这笔钱是被A走了 被A到哪里去了呢 也讲得不清不楚 是不是这个案子本身 有点勉强起诉 我记得陈世平在担任立法委的时候 他执行那时候的行政院长浩博春说 不要用国家机密做借口 来掩盖很多军购的一些黑盒子 那如果用这个标准 我也希望高一茂教授正式 不要用这个理由来解释 如果是SOP 那怎么没有按照一个程序呢 他有没有在按照SOP呢 我觉得他的解释 去法院解释就好了 不需要辩论了 老师的确外交机密很多投鼠机器 我印象最深刻是因为国安密账也被公开了 牵涉到那时候日本首相 乔本龙太郎都拿到钱 李洁明 美国驻北京大使也拿到钱 还有一个我名字忘了 那是美国副国务卿 后来开那个Robbie公司那位 你看都一一列出来 所以外交机密 其实有投鼠机器没有错 问题是高一茂跟这个邱宇仁所涉及的 这安亚专案 为什么一个空白支票50万美金 最后跑到赌城对线呢 这很难解释 是那位被受 收到钱的人去赌城 泰国籍那位吗 那这是不是合乎他所说的SOP呢 我觉得要解释清楚 我觉得要解释清楚 那对陈水平的美金部分 我想一般台湾人 我们的习俗 分上习庆有在送美金的吗 非常少 我们台湾人送美金是 这刚才要出国旅行 或留学 留学很大一点 出国意思意思 这是我们的习俗 或是送美金是有 而且限于亲戚 亲戚而已 朋友都不太多了 所以一次能够把 在家里累积33万美金 这是一大跌 你可以算出来 33万一大跌 不可 这不合理 就从台湾人去说不合理 但车身组这一次为什么针对 这33万有道理 建为资助 就是从局部 就可以看全部 如果连这个总统特权的红包 都贪的话 而且固定贪 那大的不用讲了 第二点是总是要先易后来 先恐怖再讲 所以这样我可以理解了 我再回过头来讲说 高一茂教授 他本身 其实他的政治学的见解 我是非常佩服的 他在美国政治学界 有非常崇高地位 以前还有人说 他是四大寇 跟雄界 田囊帽在一起 怎么落到这种地步 一个在美国担任过 政治学教授的 他知道 哪怕依照美国教授标准 你转这个手 你只要说No 明知道这钱不对 难道回来台湾 你就会觉得很多 他在美国 受到学术规范的那些规范 就可以改变吗 我觉得这一点 高一茂教授 清本家人 奈何从贼 很难说服别人 不过整个案子 参与主在起诉的时候 也同一天 也约谈了 吴淑珍跟陈志忠 针对二次经改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结案式的约谈吗 是不是代表金密外交 做了第一波的处理之后 接下来二次经改 很快也要来 韩大哥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嘛 因为他现在是另案起诉 其实无所谓 其实二审跟一审的案子 他是没有什么大关联 二审的法官 到底要不要承受别人 不应该说 受一审的影响 他就直接 他的卷证 他觉得该押就押 不该押 他就放人 那我觉得 因为这个案子 会来影响二审 我是觉得 我同意东好的 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为什么挑这个时间 宣传效果 因为怎么样 因为你二审 你要不要押陈水扁 你又把陈水扁提出来 那也要通出检察官到场 检察官可以表示意见 不见得用起诉这个案件来表示说 我不让你放人 检察官那时候 二审检察官 法官问他你觉得该不该放他 我相信二审的检察官 会怎么应该继续押他 那陈水扁的案子 在开 那个 鸡押亭的时候 陈水扁也可以表示他的意见 所以 我认为是明天会宜审 那明天宜审的时候 你说会不会 陈水扁会不会花很多时间 在那边 讲 我觉得 大概也不至于 法官也不会让他讲 一大堆 应该会吧 因为法官通常遇到陈水扁的鸡押亭 都喜欢开到半夜 陈水扁 其实他这个话 已经都已经讲过 不知道多少遍了 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吗 流亡政府的啊 我看流亡政府 这个他不会在法庭上讲 他这个我同意审道老师 就签一签让人家去帮他办 我不认为他也同意这样 就是说他签这个字 是不对 今天陈水扁 你现在还讲说 你是当过流亡政府的八年总统吗 他也不会承认说 他是当了八年流亡政府的总统 所以明天会宜审 那宜审就先抽签 抽完签要立刻提陈水扁出来吗 要立刻吗 还是要等法官月完卷 当天当天 当天开借压庭 提出来 他们一边看卷 一边看一边提他 开完 那你因为怎么样 看他法官怎么做 你可以提他来先问 问完以后 评议的时候 大家再来听 也可以都可以 先看卷再提他 或者是先提他 然后再看卷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开 看借压庭 所以提来的话 也不见得马上关不关 放在那个 后省室 后省室在那边好休息 后省室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蛮舒适 所以可以放在后省室 所以说明天的程序上面应该就是以审之后抽签 抽完签之后就立刻把程序表提出来 那是直接开庭或是让他在后省等着法官月卷 所以他一定要案子卷宗来以后才能细数到我这个法院 卷宗到了我才能处理进入我的程序 进入我的SOP就是抽签才能进行 这个当然了这个跟当初易鸿兄讲的起诉的范围小很多 二次金改还没来啊 不是他那时候本来讲说是这一波啊 就不是还没有来是怎么没有来 怎么没有来 也跟钟信兄之前讲的机密外交 不管是这个北韩或是什么的 也差很多 那我是不太同意说 什么什么 因为你办了一年啊 你不能告诉我说你还没办完啊 那你到底在办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美金50万 这个跟这个邱毅人有关了 13万3这都美金 美金美金美金 在赌场兑现 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的米高美赌场兑现 某国 因为他是机密外交不跟你讲哪一国 还有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就比他还没兑现 美金旅行是不是要关门 有期限吗 你去你要签名啊 那请问这谁兑现了 是邱毅人吗 还是那个 苏XX 某外国的朋友 请他去兑现 这谁兑现了 到时候到法院去才知道 因为特认组现在民风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 这个刚刚主持人讲 这会不会被推翻 其实很简单啦 特认组那时候有收押过邱毅人 邱毅人的供职什么 我忘了 你有没有下条子 叫外交部给钱 有 钱是不是你拿走了 对 那你给谁 忘了 邱毅人跟你讲话 我忘了 忘了就算了 然后今天去种丝瓜 然后养一条狗 狗还会咬人 这个 要打破伤风 这是什么办案的品质 所以我忘了 给你押啦 后来邱毅人50万交保 堂堂国安会秘书长只值50万 50万交保 我开始种丝瓜 起诉我 起诉我 你怎么样 我起诉啊 所以我要呼应刚刚这个 前辈提到那个联合报的社论 你今天不押他 不押 大家重视人权啊 人权就是人权啊 人权一斤是多少钱 然后邱毅人就继续种他的丝瓜 会不会被推翻 我不敢说会或是不会 但是这个案子办的扎不扎实 从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吴淑珍跟陈旭北那一块 还有邱毅人跟这个这一块 我都认为不够扎实 所以办案单位的那个花俏 我特别要提 我昨天晚上在友台 我今天要提 调查局啊 拍个女的调查员 露了乳沟在那边跳韻律舞 哦好厉害哦 从那个美金旅行中央的背面 看出来说一个什么 鬼扯什么 结果查老半天还告诉我 结果是这样子 下落不明 我要问吴英吼 我要问刘李信吼 你们是这样子训练调查员的吗 就是说那个调查员 我看到旅行之票 背后有一个赌场的戳记 在鬼扯嘛 那个对线吼 我没用过美金旅行之票 我去问也知道说对线 你是要签名的 你在哪里对线 那都有记录的啊 还要你在那边看戳记 办美金旅行之票看戳记 我说不要用那种 那种花俏的那种八卦 辣实的办 你办到说被推办怪谁 我要请问 如果将来又法官又告发了 吴淑貞或陈志忠 特征组怎么面对国人 我就办案都粒粒粒粒粒 这边减一片 那边减一片 又被法官告发了 不是这样办的 那钱 今天陈同豪贪污的钱 进到我陈慧文的户头 你无论如何都要问我笔录啊 所以我的身份证 是不是被陈同豪冒用 或说我跟他共同的 就算你是人头也要问 对 一本是人头都要问 何况陈志忠是他儿子啊 那你说好啦 我就是要这样起诉 那你起诉去啊 那到时候被推翻 我们再来骂特征组好了 不过我就觉得我们就 你已经忘了 我不是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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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